2023年12月5-7日网络言论选 某人说 俄罗斯的崩溃将削弱中国 使整个世界成为普通人的更美好的居住地 但专家们并不清楚 好的想法总是被忽视 错误的决定总是被做出 人类的历史 一文 刘仲敬说 诸罗斯的明天就是诸夏的后天 某人说 这有点不公平 如果允许台湾自由 那将鼓励中共帝国内部的每一次分裂主义运动 而且这样的运动有很多 这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真正的生存威胁 帝国将分裂成大约30个不同的部分 刘仲敬说 事与事都在大属民国一边 某人说 汉帝十八省也算不上一个共同体 中国人不要把敏月算进去 敏月人觉得你们是北子 不是自己人 刘仲敬说 敏月独立唯一出路 某人说 敌情威胁报告 这则内幕新闻一刊出 等于几乎大部分的中国对台统战脉络系统都被曝光 台办等组织渗透模式暴露在阳光下 无所遁形 从中国介入台湾选举这次情况来看 虽然事关重大且严重性必须担忧 但对台湾安全来说 就是清洗第五纵队的最好机会 刘仲敬说 不排华行吗 某人说 香港反送中运动 最大受益者是民进党蔡英文政府 她完全靠港人的人血馒头 获得了连任高票 但是她后来是怎么回馈港人呢 各种推三阻四 各种敷衍色泽 让流落台湾的港人 最终大规模二次逃离 蔡英文好话说尽 却从不落实 充分体现了岛国政客的 鼠目寸光的无耻嘴脸 独立无胆 民主无量 现在又要打选战了 再舔一遍香港的血 太恶心了 这个女人 这个政党 是民主制度下的 精致利己主义的典型代表 某人接着说 先生 你这是情绪勒索呀 台湾没有欠他人甚吗 自己不自救 平甚么 要大家帮忙 不要把我们对香港的协助 视为理所当然 刘仲敬说 没毛病 台家两国都需要排华 蜀国人民 如果担心误伤 请及时加入大蜀民国国军 事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刘老师差不多得了 未经美家政府允许 在北美私自组建军队 是重罪 脚不脚贡先不说 第一个要脚你们 脚匪也得有编制 你们到底懂不懂行啊 刘仲敬说 白屈党又急了 大蜀民国国军 虽然人才两缺 但建制还是完善的 从2018年建军以来 一直在忠诚而有效地执行 其维护国家利益的任务 即使在第四次反恐战争 尚未开始的阶段 也是有其光荣历史和辉煌战绩的 烧死几个飞蛾扑火的小匪蝶 只能算买一送一 事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阿姨你好 我母亲是满洲人 父亲是四川人 然后他们共同在吴越地区读大学 然后落户上海 我在上海出生 长大 这种情况下 请问我算哪个民族 或者说地区多一点 刘仲敬说 血税和金税给谁 就是谁的人 某人说 对缅北缅东华人细军阀控制区 吴越人是输出供应链 基建和提供军事武装人员 胡乡 辅老操作博彩业和电炸 阿卡林老表输出电炸工作人员 河北 东北老刀子给辅老和胡乡人控制的电炸园区做打手 但中国政府在乎的是 打击以上所有人等都参与的跑分 遏止资金外流 电炸园被捣毁 只是附带操作 刘仲敬说 白军和彭军都需要稳定的军事供应物流 彭军以前反攻失败的主因 都是无法保障连续三个月的弹药补给 目前 沦陷区的军事工业有利于他们发展军阀经济 中国军工一向依赖海外利润 因为匪军订货思维陈旧 坚持按照成本价购买 订单数量又少 如果依靠匪军吃饭 企业早已饿死 更无法阻止技工流失 所以实际上都是依靠中东非洲客户的美元维持 但中国产品的质量并不受哪怕是巴基斯坦和非洲军阀信任 因此必须与中国投资的舔头捆绑才有销路 但东非战争出丑和一带一路投资停滞以后已经很难出口 这意味着依靠出口补贴的匪军补给也陷入困境 缅甸侵华派军阀的订单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资金来源有所谓的电炸集团 也就是贪图一带一路和科技开发园区优惠政策的缺乏背景小企业家提供 白派军阀的背后就是投资果敢的有背景国企和改革开放干部 包括吴越满洲国企和改革开放干部 果敢的基建多半是他们的技术输出 属于政策性投资不计较盈亏 建设完成以后才有无背景好欺负小企业蜂拥而来 澎派军阀的背后是黄俄成分较多的军工外围企业 以及赞米亚各省从雇佣兵输出和后勤订单分红的地方干部和公安 双方的混战几乎就是中国内战的境外版 体现了改革开放造成的派系和地域性利益集团分化 类似乡军淮军火并 对于中国支持缅甸军政府 防止亲英派军阀和亲日派军阀胜利 日本企业排挤中国企业的整体战略是有害的 某人说阿姨认为双方混战是中国内部势力争斗的一个投影 所以说如果缅甸局势失控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中央对国家的包括掌控各区资源在内的控制是非常有问题的 刘仲敬说中国反应一贯迟缓 彭军在2015年的反攻也是在匪军内部派系的支持下展开的 老街陷落几个月以后 胡锦涛才下令以贪腐名义逮捕责任人 当时的公安还是孟建柱集团当权 白锁城是一带一路的先进典型 中国国企的国杆基建工程刚刚展开 王小洪集团打倒孟建柱孙立军集团 无疑是习近平提拔嫡系的措施 民国安是孟建柱的合作者 就像刘特佐在马来一样 但白锁城的地位表面上并没有动摇 抓捕明家子弟的行动是在他的地盘 而且名单显然是经过白派元老的山改 放过了男性继承人和主政家老 抓了几个比较轻浮 但并不掌握那圈机密的女人 就是要给豪强 他们自己也是豪强 刘虞帝给新中央一个面子收场的意思 中国对缅甸军政府的政策 表面上更没有改变 如果改变 就是印度日本的大胜利和中国的大失败 但如果中国的派系斗争 及其派生的境外军阀战争失控 这种局面是会出现的 而且会倒灌扩大为中国境内的军阀混战 彭派免匪四军都是世界上级少数挖地武器用户 打不赢别家 但相互打一打 倒是正好没问题的 由此创造的订单和就业 正好可以填补去全球化留下的缺位 习近平是否真有意思 扩大打击改革开放干部是非常可疑的 彭派及其后台在华语圈大造舆论 肯定就是为了脱习近平走这条路 否则英文圈和2015年2022年华文圈的舆论气候 不会相去如此之远 彭派双方后台都是横跨树省 牵涉大批派系和地方干部 关系到几万包工头几百万就业人口和几十亿美元的网络 胡锦涛当年也只是拒了一下健感而已 习近平如果处理不当 就会制造出袁世凯的局面 事事都在大数民国一边 某人说 以早不以迟 刘仲敬说 温州国感商会就是白家的人 警察营长就是民国安 而温州市公安局出面通缉民家 等于重庆市公安局通缉澳门警察局 这绝不是地方公安局的工作习惯 彭津的火力 尤其是在伤害这商投资者的利益 孟建柱介入白区工作 比原先的几个白区党系统更符合改革开放干部的利益 引起相应的派系斗争反制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应该北京的宫廷斗争 要求禁卫系统换人 孟建柱集团失宠 白区党派系成绩胡家虎威 迫使无约改革开放干部 及其缅甸军阀合作者 叫出投名状 彭津在匪军部分派系 和赞米亚部分合作干部的支持下 准备成活打劫 做掉敌对包工头 攫取相应的现金流 去全球化造成的美元荒 刺激了各方的冒险性 澎湃包工头 多半从事黄赌毒和木材宝石之类原材料贸易 依托的干部也多为改革开放 成分较低的军官和赞米亚内地干部 大国企和大资本都在白方 所以2009年的胡锦涛和2015年的习近平 都继续支持他们 如果改革开放干部即将遭到全面打击 而以缅甸为借口突破口 关系中华民族全局政策转型 那么缅甸的全部既得利益 当然都可以牺牲 但到目前为止 这种可能性还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出现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属于埃兰文化及印度和早期文化有很深的关系 那时的交通路线很可能是由克什米尔向北取到南疆 然后由柴达木哲向海东经黄水盆地渡黄河到达民山 再分别走民山东西两路 东路到建门西路到阿坝 最后两路南下又会合在免主广汉一带 刘仲敬说 古属神话的昆仑就是指民山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我们不要像香港式的和平 我们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三日的一个活动上 呼吁选民下个月在总统大选投票时 想想香港所发生的事情 并强调确保和平需要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 台湾明年1月13日举行总统和立委选举 某人说 和平怎么会有尊严 尊严是战争给的 刘仲敬说 不要问大蜀民国能为你做什么 要问你能为大蜀民国做什么 某人说 阿姨如何看待中国民运人士 换皮假装自己是港独满毒的情况 刘仲敬说 陷入咸阳者亡 某人说 周庭也真是不容易 在加拿大有困难的话 希望老王可以施以援手 刘仲敬说 香港独派可以效法比利时流亡政府 组织国军 发动全球排华 从朝美海外华人的资产中 分一部分作为赔偿和军费 战后再向中国索取优先赔款权 作为建国和重建的资本 如果跟沦陷区的集团 无论是独派还是统派混在一起 就是在损害自己的阶级地位 还不如跟印度或全世界其他反华势力合作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 某人说 包公头牛白还没见识真正的坏人 至少在整体排华来临之前 被人绑票之前不会 刘仲敬说 人家祖先就是专业绑票的 某人说 再说一遍 堕胎就相当于老农 为了享受播种的快感 把已经发芽的种子刨出来杀死 以便腾出坑再次播种 你说这样的老农 是不是应该被雷劈死 当然 更大的可能是被饿死 刘仲敬说 可怜的老农招谁惹谁了 某人说 所有岗位都换毕业生好不好啊 刘仲敬说 读书还要工作 读书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不用工作吗 某人说 以早不以迟 刘仲敬说 温州国感商会就是白家的人 警察营长就是明国安 而温州市公安局出面通缉明家 等于重庆市公安局通缉澳门警察局 这绝不是地方公安局的工作习惯 彭军的火力 尤其是在伤害这商投资者的利益 孟建柱介入白区工作 比原先的几个白区党系统 更符合改革开放干部的利益 引起相应的派系斗争反制 也是理所当然的 某人说 应该是克钦独立军吧 克伦是佛教军 克钦背后 一直有英美势力 是最不会与免人妥协的一股势力 而且对云南的基督教教区有领土要求 刘仲敬说 Karen National Association和Karen National Union 都是基督徒主导的组织 佛教徒很难升到高级职位 克伦佛教军一度跟缅甸军政府结盟 也是因为这个 某人说 有没有想过 台湾为什么对每年的区区一万多香港人 要通过安全审查 最终都是只有一千多人获得批准 那么少的批准量 怎么组织特遣队 是没有数据呢 还是其他 香港每年的一万多人和三至四十万的路配 台湾这个对香港人的审查机制 没有问题吗 更何况 在2019年以前 想要移居台湾的香港人 是寥寥无几的 刘仲敬说 香港本来就是间谍中心 中国台湾英美都市经营多年 台美情报中心 虽然已经迁往曼谷 但针对香港社团的背景审查 还是一贯之的 80年代和20世纪初 按照美国模式改组以后 最近十几年 又重新规范了台美情报交流程序 严格审查移民 当然是有原因的 东南亚华人 包括香港澳门 缅甸泰国 冷战时期的蓝营 都是中国渗透的重灾区 现在缅甸的鹏 白军阀 在冷战初期都是蓝营 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和缅甸的局势当中 都是有角色的 台湾和印度情报机构 也是有对华合作的 国安法的强推和香港的爆炸 也跟老白区党格系统 和公安部海外新发展的冲突有关 部分体现了黄俄各山头 和改革开放干部各派系的利益分化 香港和东南亚的吴越和南越资本市 双方斗争的重要战场 导致习近平相继改组总参 国安部和公安部 局势如此 外围小白依靠舆泡沫烫浑水 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如果目标只是好好过日子 是非之地还是避得越远越好 如果是豪杰想要乘机做事业 只要拉得起山头 倒也不愁没有代价而沽的机会 制造继承事实就可以了 某人说 2015年缅军政府轰炸老街 把彭家赶走 从此和白家合作控制果敢 刘仲敬说 彭君的计划吸取了2015年和2022年的教训 预留了三个月的时间 但要大概能够支持到春节 春节以后 白彭免三方都需要重组财政后勤体系 由于大部分后勤在沦陷区 部分机构与华属赞米亚各省改革开放干部的 涉外招商引资和海外投资机构重合 习近平如果反应太慢或轻视基层小军阀 军阀混战就会进入沦陷区 利益结构稳定公开以后就难以撼动了 若开军阀已经占领印度边界的白利瓦基地 缅甸军政府在亲邦和若开的局势已经全崩 缅甸的半壁江山已经注定属于印度东南亚帝国 克伦军阀切断博固以后 无约商人在缅甸的大部分投资都要泡汤了 如果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就只能建立军阀组织 事与事都在大属民国一边 某人说 缅北战争 德白鹏之战属于中国内部派系斗争的代理人战争 原因是中国经济崩溃 导致原本有稳定经济来源的缅北华人军阀失去经济来源 中国政府目前仍支持缅甸军政府要求双方停火 不愿卷入 缅北战火长期延烧 势必影响中国边境稳定和中缅一带一路合作项目 目前缅北所有项目已经停工 货运基本中断 刘仲敬说 彭军和克金军都从总参情报部的挂靠公司 获得走私武器 这些公司是由郭文贵市商干 没有干部编制待遇的商人临时工 主持的任务是经商掩护并提供特务经费 商干相当于民国投靠徐大学士的加奴西门庆 可以借加奴的权势把竞争对手蒋太一的企业疯了 总参情报部和总政联络部的企业名义上是为国家隐蔽战线服务 实际上很多都是给落魄的低级黄俄提供饭碗 并利用军情系统物流不受检查的特权 为小集团捞外款 中国是苏联和民国的合体 所以叶选宁在总政联络部外号锦衣卫指挥时 这些黄俄有一部分是叶剑英60年代援助免贡的救人子弟 跟客亲人和彭家的私人关系 继续用于走私发财和黄赌毒澳门消费 公安部和地方的改革开放干部投鼠忌器 不大敢管他们 客亲人在胡锦涛时代索取保护费未遂 将白区党的一带一路投资赶出缅北 就是中国派系斗争破坏中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先生 现在的澎白军阀混战就是中国军阀混战的延伸 白派跟总参的来往也很频繁 双方提款的西门庆公司基本上就是抢吃同一碗饭的竞争对手了 活埋几个敌人 其实自江泽民时代以来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PU调查显示 广义香港民族自认为只是港人 占香港受访者36% 与Pory去年调查中的32%相弱 另外 香港华人 占香港受访者63% 亦与Pory去年调查中的66.5%相弱 刘仲敬说 投票人的多少不重要 他们最后都会跟风到胜利者一边 财政军事核心团体才重要 毕苏斯基和马赛里克在1914年都只有几百人 卡洛里伯爵和民小倒是有几百万选民 到1919年局面就颠倒过来了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 某人说 2016年 两天其得票率系15.38%可以粗略当系当时香港民族占人口比率 集系2016年香港民族与香港华人比例 大约吸一笔5.5流重镜说 独派的群众基础几年时间就增长两倍 所以中国关闭香港是必要的 否则现在已经是黄鹅白华港独三分天下的局面 诸夏协会本身就是轮陷区自由派对2014年香港独运的反应 香港和轮陷区关系太多 必然会导致诸夏独派跟风成长 世事都在大属民国一边 某人说 我总是怀着善意 希望香港民族能建立香港国 马华能更融入马来西亚 或者能移民新加坡 让台湾是台湾民族的台湾国 让中国消失在世界上 让诸夏诸亚诸越复国 刘仲敬说 世事都在大属民国一边 某人说 尼尔斯海默新书 1937年的中日战争是蒋介石发起的 日本一直在避免战争 尼尔斯海默是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 芝加哥大学教授 因为在俄乌战争时 指出北约才应对这场战争负主要责任 而被中国很多官方研究机构 与民族主义媒体自媒体奉为上宾 刘仲敬说 中国在劫难逃 世事都在大属民国一边 某人说 在华人小区和中文网络甚嚣尘上的张晓宁 有精神病之说 早直接打脸 2023年5月31日 纽约州高院法官宣布 射杀李禁进律师的张晓宁 精神鉴定为正常 下令6月20日再审 张在前几次审前认证时 穿着前后写有英文不公平 没人权的求医 谁教的 别说他吃喝拉撒 都是纳税人的钱 对突然被毁的生命公平吗 刘仲敬说 张可能是连参情报部 前总参情报部 784部队的敌后侦察兵 公安系国安系中联系白区党 缺少军事训练 需要杀人的时候 一般是向总参戒掉的 784部队专门训练敌后武功队 一刀封喉的技术 是为了在破坏活动时灭口 并避免枪支的声音 未经训练的初犯 是不可能避免死者本能的 移手挡刀造成的抵抗伤的 不信找个搭档自己试试 如果你是受害者 根本没法避免举手挡刀的自动反射的 如果你是凶手 避开受害者挡刀的手 需要猫一样快的速度和机动性 走线人群中 大概也包括少量的敌后武功队 某人说 刘总统也别只练车技 找几个驻美飞碟练一下手 开班授课 文武双全有备无患 刘仲敬说 徐永月说 国安在美国有500家公司 但大部分都用来安插干部 小秘子弟和挣钱分钱了 习近平整顿这几年的效果 还需要继续观察 某人说 我们认为与西班牙 英国 荷兰 葡萄牙和法国等前殖民国家 及与其殖民地领土自由不同 莫斯科公国仍像几个世纪前一样 至今仍在奉行殖民政策 一文 刘仲敬说 诸罗斯的明天就是诸夏的后天 某人说 刘老师差不多得了 美军习惯低阶军人负责打扫卫生 而我所在单位三级军事长都是打杂的 你懂这是什么概念吗 我们出去跑步 二十几个人里 三个上校 三个一级军事长 这些人能指挥的军队拉出去 分分钟可以灭掉世界上一半国家的整个军队 刘仲敬说 这是因应帝国殖民军和印度军队的规矩 广损的下一轮 祖先可以发明为指挥湘淮军的因应帝国军官 某人说 二大爷和公子神与悉尼奶坝口水战 实质上就是台湾到底是一个独立国家 还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这个观点之争 前李登辉时代 二大爷名正言顺 香港人肯定会被小蒋高调接到台湾 大张旗鼓宣传一番 以彰显民主中国的仁慈与责任 后来清德时代 台湾国人支持香港国人抗中 就像芬兰人支持乌克兰人抗俄 道义责任有 收养责任要看本国民意 显然 二大爷是活在上一个世纪的人 未来世界是属于公子和奶爸的 刘仲敬说 那是李登辉 陈水扁时代的老生常谈了 华人圈总是落伍几十年 原因还是 白屈党总是反应迟缓 长期与时事脱节 外围舆制造者 都是吃白屈党通稿的 当然只会跟着时空错乱 现在是大鼠民国和赞米亚军阀混战 刚刚开始的时代 他们的舆论导向 完全跟不上继承事实发展的速度 事与事都在大鼠民国一边 某人说 权威政治媒体Politico发布重磅消息 称秦刚已在今年7月死亡 Politico的信员称 秦刚于7月下旬 在北京专门治疗中国高干的一家军方医院 301医院 死于自杀或酷刑 秦刚的秘密被捕 是由于他涉及中国火箭军的 一系列清洗事件 某人接着说 世界闻名的中国民运人士秦刚先生 秉持进入体制 从体制内改变中国的远大理想 为中国实现民主 与另一位中华民族英雄李克强 一起忍辱负重 潜伏共产党内数十年 与魔鬼斗智斗勇 取得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的高位 谁知眼看大功即将告成 最终功亏一篑 被习近平识破一网打尽 全军覆没 呜呼哀哉 刘仲敬说 习近平真是宅心人厚 反党集团都不用名正典型了 家属待遇都不受影响 但这样就很难押住 唯利仕途的小军阀和包工头集团了 事与事都在大数民国一边 某人说 秦刚终于成为好共产党员 刘仲敬说 下一步应该是汪洋或新奇心脏并发 做了新的一代一线 明显是骗了习近平的钱 如果真的做了青年一代基层一线的前期工作 蓝白河虽然也可能失败 但场面不会这么尴尬 某人说 中国人看着台湾民族逐渐站稳脚跟 无能狂怒 建议中国人尽早适应 以后敏越民族 南越民族 吴越民族等 被你们发明成汉族的各民族 也逐渐站稳脚跟时 还有你们狂怒的 刘仲敬说 事与事都在大数民国一边 某人说台湾人有多政治白痴呢 就是有人认为 可以一直吊着大陆 拿大陆的好处 又无限期推迟接受党管台湾 刘仲敬说 怎么能说是无限期呢 也就是拿到中国把钱花光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